今天是神圣的吹脚节大神会 希望通过这脚声 全世界万民都能悔改 一同回到圣灵和心腹 即天上父亲和母亲的怀抱 成为这种恩典的吹脚节 吹脚节可以追溯到 三千五百年前的摩西时代 摩西摔碎第一次领取的世界命后 上帝命令摩西第二次上山领取世界命 胜利六月一日 摩西第二次上西奈山领取世界命 在山上进行四十日进食祷告后 第二次领取世界命下山的那日 就是大树罪制 即胜利七月十日 胜利七月十日 摩西领受上帝祝福的恩典后下山 这意味着 上帝赦免了以色列百姓过去所有的罪 上帝为了让他们不忘记 并纪念那日 让他们在胜利七月一日 吹脚 预备大树罪制 此节期就是吹脚节 所以 我们今天迎来胜利七月一日 全国全世界各地都一起举行神圣的节期礼拜 借此时间 再次祈求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 通过今天的节期 向全世界西安的子女们 降下充满的悔改祝福 以及 让撒玛利亚直到地级的全世界万民 悔改到天上神圣的圣灵能力 今天和各位一起 通过历位纪二十三章 查看一下有关吹脚节的真理话语 一起看一下历位纪二十三章 二十四节话语 倪小玉以色列人说 七月初一 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吹脚做纪念 当有圣会 上帝之所以制定吹脚节 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 不忘记胜利七月十日 即第二次领受实践命下山的那日 并每年纪念此日 在圣利七月一日 小玉以色列百姓说 十日后 上帝将赐予赎罪的莫大恩典 所以 你们要向上帝坦白 一年内犯下的所有罪孽和过犯 百姓们照此吩咐吹响悔改的号角 角也有很多种 不同的角声会有不同的含义 吹脚节的角 可以说是敦促所有以色列百姓 悔改的角 所以 虽然 我们自身的悔改 也很重要 但 为了让全世界万民 能够一同悔改 回到上帝的怀抱 我们更要努力 吹响悔改的号角 呼吁人们悔改 一起查看一下 马太福音四章 看马太福音四章 十七节话语 今天 我们一起在圣经中查看一下 有关悔改的内容 马太福音四章 十七节中记录说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到来 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之所以 非常强烈地催促罪人悔改 是因为 天国尽了 如果不悔改 就不能回天国 他的话语中 隐含着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不完全悔改 就回不了天国 所以 一定要悔改 不能去天国 换言之 就是只能去地狱 就是只能去地狱 若天国 已经临近 那么 上帝区分 去天国之人 和 去地狱 受审判之人的日子 也就 越发临近 所以 小玉说 要更加警醒 专心悔改 一起看一下 以西节书 十八章 三十节话语 十八章 三十节中 记录说 所以 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必按你们 个人所行地 审判你们 你们当回头 离开所犯的 一切罪过 这样 罪孽 必不使你们 败亡 上帝说 你们当回头 离开所犯的 一切罪过 离开所犯的 一切罪过 指的 就是悔改 这是指 我们要离开 在世上 和天上 所犯的 一切罪过 重新遵行 上帝的教导 简单地说 就是要 转向上帝的意思 不是吗 上帝说 你们当回头 离开 所犯的 一切罪过 这样 罪孽 必不使你们 败亡 否则 你们将会 因为自己的罪恶 到永远燃烧的 火壶中 承受永远的痛苦 各位 此刻 或许会觉得 圣经记录的 这一切话语 很不现实 没有实感 和触动 但是 这些问题 会在不久的将来 顺时间 全部发生 天国 已经近在眼前 我们难道 不应该 边悔改 边为天国 做准备 等待 父亲的降临吗 上帝说 你们当回头 离开所犯的 一切罪过 如果不这么做 会迎来 什么结局呢 我们一起 查看一下 诗篇 第七篇 一起看一下 诗篇 七篇 十二节话语 诗篇 七篇 十二节中 记录说 若有人 不回头 他的刀 必磨快 功必尚显 预备 妥当了 他也预备了 杀人的气血 他所射的是火箭 试看恶人 因奸恶而取牢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 又挖身了 紧掉在 自己所挖的井里 他的毒害 避临到 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 避落到 他自己的脑袋上 我要照着 耶和华的工艺 称谢他 歌颂耶和华 至高者的名 经上说 若有人 不回头 上帝的刀 必磨快 我们 是在天上 犯了 不可饶恕的最后 被驱逐到 这世上的犯罪的灵魂 犯了不可饶恕的最后 来到这地上的人们 若在世上 继续犯罪 度过被逆的人生 那就再也没有 得救的方法了 地球逃城 是可以悔改的 最后一站 上帝 将我们放在这地球上 是为了让我们 过悔改的人生 如果不悔改 上帝 必磨快 他的刀 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等待他们的 只有罪的刑罚 痛苦 绝望 哀嚎 以及 世世代代 燃烧的火壶的痛苦 为了赦免我们的罪 上帝亲自来到这世上 承受了十字架的牺牲 人类的嘲弄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痛 被枪刺的痛苦 借此 赐予了子女们最后的机会 因此 若远离上帝的恩典 背弃上帝赐予的祝福 这样的人生 会幸福吗 这样的生活 真的会快乐吗 因为 不能忍受暂时的痛苦 没有稍微等待的耐心 最终 无法参与上帝所预备的 永远和平 荣耀的沿袭 我们绝不能犯这种愚昧的错误 今天 这吹角节的意义 就是悔改 吹响悔改号角的日子 就是今天的吹角节 通过吹角节 上帝向全世界宣布了 可以悔改的真理 使全国和全世界所有人 都能与我们一同悔改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 路加福音五章话语 一起看一下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 我来 本不是照一人悔改 乃是照罪人悔改 这世上的所有人 都是罪人 除了穿肉身的上帝以外 全都是罪人 所以 上帝来到这世上的目的 就是为了照罪人悔改 但是 如果拒绝上帝最后的恩典 不接受 或背弃上帝最后的恩典 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方法了 我们一定要铭记 这是上帝赐予的最后的恩典 在这地上 秉承上帝神圣的旨意 度过悔改的人生 不断回顾自身 树立正确的心态 充满天国盼望 拥有对上帝深厚的信心 更加尽心竭力 向着永远的天国努力 上帝为了让我们悔改 而带来的真理 就是新约真理 对此 我们通过马可福音一章 来查看一下 看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中记录说 说日期满了 上帝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然后怎么做呢 信福音 悔改的人一定会有什么行为呢 会有信福音的行为 结合哥罗西书一章 和哥林多后书三章话语可知 福音是什么呢 是新约 悔改的人 一定要领受新约才行 我们的罪得赦免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而是因为 新约里面有上帝的这种应许 上帝说 我要消除你的罪 我要赦免你所有的罪 我们被视为无罪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罪 而是因为 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应许 所以 上帝让人们怎么做呢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悔改的活证据 就是什么呢 信福音 走福音之路 即信新约 遵行新约之路的信仰 父亲母亲 带我们去永远的天国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 虽然我们是罪人 但只要完全相信 和遵行上帝应许的约言 不过属肉身世界 属世俗的生活 在新约中 过恩典的生活 上帝 就会按照所应许的 赐予我们 赦罪的恩典 并让我们 过悔改的生活 一起查看一下 希伯来书八章 上帝 在新约中 给予了 饶恕我们 所有过犯的应许 对此 我们通过 希伯来书八章 来确认一下 看一下希伯来书八章 七节话语 那前约 若没有瑕疵 前约 就是旧约 也就是摩西律法 那前约 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 后约了 后约 就是新约 就无处寻求 后约了 所以 主指责他的百姓 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 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刚才 我们在 路加福音 一章中看到 上帝说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上帝说 他来到这世上 是为了 叫罪人 悔改 可以说 上帝 来到世上 做到最伟大的事之一 就是立下 新约 真理 所以 八节中说 我要与 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看九节 不像 我拉着他们 祖宗的手 领他们 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 所立的约 因为 他们不恒心 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 主说的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 以色列家 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 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 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 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 个人教导 自己的乡邻 和自己的弟兄 说 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 从最小的 到知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宽恕 他们的不义 不再 怎样呢 纪念他们的罪迁 上帝 是通过什么 这样立约 给予应许的呢 就是通过新约 所以 留在新约里面 且恒心遵守 新约真理的人们 上帝 认可这样的人 是真正悔改的人 只要遵守新约 就会被上帝认可为 真正悔改的人 我们不能想 已经守了一年 两年 三年 也没什么特别的 各位 一定要留在这里 直到上帝 来临的那日 现在 我们正在新约里面 在恒心遵守 上帝所立的约 对于 居在新约里的人 上帝应许说 我不再纪念 他们的罪 不再问责 上帝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最终将我们 引导到 永恒的天国 所以 使徒保罗也曾说 这些人 是真正有福的人 这些人 才是真正悔改的人 他在罗马书四章中说道 这些人 才是配从上帝那里 得荣耀的人 一起查看一下 罗马书四章七节话语 四章七节中记录说 他说 得盛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上帝 通过什么 应许我们 不算为有罪呢 通过新约 所以 耶稣才说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悔改的人 都是在福音里的人 且是信福音的人 他说 得盛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看八节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假设 有两个人 都犯了罪 其中一个人 在悔改 而另一个人 不仅不知悔改 不转离罪恶 还更加刚硬 法官 审理这两个人的案子时 会为真心悔悟 悔过自信的人 网开一面 但 在法庭上 依然强硬 不悔过的人 会面临更多指控 和更重的判决 如经上所记 得盛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不算为有罪的应许 蕴含在新约之中 我们一定要铭记 赦罪的恩典 蕴含在新约中的事实 今天是新约的吹小节 对于在新约之外的 世人来说 这日是无关紧要的日子 但对于在新约里面的人来说 此节期却是无比珍贵的日子 如果我们在天国所犯的罪 源源本本显露出来 并被定罪的话 我们就绝对无法再回天国 所以 在路加福音中 耶稣立新约时 非常明确地说 这是为你们所立的新约 看一下路加福音22章19节 19节中记录说 又拿起饼来 祝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 是用我写所立的 什么呢 新约 新约就是福音 是 为谁留出来的 为你们留出来的 罪人 在天上所犯的罪 若得不到赦免 依然存留的话 就没有办法 回天国 但是 就像刚才罗马书四章中的话语一样 上帝 遮盖了他们的罪 他们 虽然是罪人 但上帝 认可他们的罪 是在无意中犯下的 所以 算他们为 无罪 我们 要再次铭记 上帝 就是为此 在世上 立下新约的事实 新约的节期如下 新约安息日 新约逾越节 新约无教节 新约复活节 新约升天日 五旬节 新约吹角节 大鼠岁日 祝鹏节 不仅有这些节期的定理 还有 在新约里 要彼此相爱 要努力传福音 在上帝里面 要彼此服事 等教诲 我们要一个不辣地 遵守着所有的教导 跟随父亲母亲 给予的教导 直到最后 最终都进入 永恒的天国 耶稣在这里说 这是为你们 留出来的 又说 这是用我写 所立的新约 是吧 这杯 是用我写 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 留出来的 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 二十节 和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中 都说 这是用我写 所立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这是用 我的牺牲 所立的新约 上帝 上帝 代替我们 在十字架上去世 为我们牺牲 在旧约时 做了每天要线的 常凡祭祭物 做了赎罪祭 做了节期的祭物 安息日的祭物 用无数的 主不清的牺牲 立下了新约 因此 我们不能认为 在星期六 遵守一次礼拜 就是新约 或者遵守一次节期 就是新约 通过 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这一话语 我们要认识到 上帝 为了拯救我们 付出了 多么多的牺牲和劳苦 新约 不是轻而易举 就能制定的 若是用一句 这是新约 就能立新约的话 新约的价值 也许 会逊色的多 但是 上帝代替我们 背负了 所有罪的重担 并说 这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新约制度 是用父亲 和母亲的牺牲 立下的制度 这不是随便制定的 而是上帝 付出生命的代价 制定的 各位 今天 我们遵守吹角节 不仅仅因为 它是胜利 七月一日 才遵守 每个礼拜中 都蕴含着 上帝的牺牲 因为 我们领受了 上帝伟大的牺牲之爱 才从最终 得释放 得到解放 成为 自由之身 能够 重新回到 无比思念的 永恒 天国故乡 希望 我们都能想着 天上父亲和母亲 赐予的 这莫大恩典 每天 度过悔改的生活 懂得 向父亲母亲 献上感谢和荣耀 直到最后 都坚持 过这种恩典的生活 当然 这世上 有各种患难 苦难 和各种 罪恶的诱惑 战胜这个世界 在新约里 坚持到底 这并非意识 虽然不容易 但这是我们 一定要走的路 希望 所有西安子女 能够坚持这条路 直到最后 向上帝献上莫大的荣耀 以此结束 今天的话语 谢谢 请不吝点赞